超梦 真正的超梦 它来了 什么梦幻不梦幻的 你看这个 人工制造出来的精灵 就是帅气 脑袋上插个管子 这跟那个啥 灌场似的 这个应该是可以后期跟其他精灵融合是吧 先抓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品质 这种精灵球 这种幸运方块居然能开出超梦呢 我怎么感觉我以前玩的时候 超梦的用粉色的精灵球才能开出来 大小应该不是很大 普通 普通普通 看下招式啊 自我再生 诶 这不是阿尔斗斯的神迹吗 原始之力 防守护灌 技能比较垃圾兄弟 这个技能比较垃圾 到时候得找个老头 什么东西啊 我的天 如此大的电击木 这应该是究极异兽了吧 长得很奇怪 完了 它又是什么特殊的东西变的 那应该就是属于是异兽了 这个体型应该属于庞大了 很好 我们大精灵又喜提一个大精灵 石拉比 有这个人吗 我怎么感觉我小时候玩什么绿叶红叶 绿宝石 红宝石 蓝宝石的时候 这精灵叫雪拉比 改名了吧 是不是翻译有问题啊 现在翻译 还是我们以前的翻译有问题 先抓了再说 这个个头不小了 这个个头不小了 好大的拉达 兄弟们我心动了 抓了啊 抓了啊 这比他的古拉多都大 这个小老鼠小拉达 抓了抓了抓了 赏你一颗大石球 小拉达心想 这辈子都没想到 我还能进大石球里头 我太有回自我再生 生命水滴念力还有结棒 高大你看见没有 高大的雪拉比 高大雪拉比一只 没了 哟 月神来了是吗 有请月神登场 拿出我们的 哎 不 我让他打 不对 这个月神好 我想起来 他是个废物 他前期只能靠我们 为头位进化 真垃圾真垃圾 不进化不会打怪 梦幻放回去 来兄弟们 见证我们月神到来的时候 到了啊 把时间先调到 真正的夜晚 然后召唤出 月神 哎 不是你 不是你 是他 喜欢玩宝可梦的兄弟们 手机电脑都能玩的 宝可梦服务器 有叶峰这边合作的一个 超强服务器 非常稳定 而且百人在线 看评论区置顶 就能一起玩耍啦 科斯莫母进化 月神 什么奈路亚拉是吧 我如果没记错他名字应该叫 奈路亚拉 到五十级是不是就进化了 五十级了 五十多级了 兄弟们 他的样子在发生变化 变变变 来我看一下变成啥了啊 俯视 他在俯视我 这么大 浩甲比那个索尔加雷欧还要大 兄弟们 看看 看看 角度比我大 天可以调亮了 他已经进化成月神了 日月神咱们都有了 XY神咱们也有了 远古三神兽 还差一个猎空座 比较知名的精灵 咱们已经逮了好多好多了 我要把它给升到一百二十几 这真的太大了吧 体型 巨人 终于是巨人了 兄弟们 不是庞大 真正的巨人出现了 大家可以看下这个视角 一展得有十米 最少十米 拿他打个怪 是不是避了一兽 落了一兽 我跟你们讲 这个精灵好像也挺厉害的 我现在EMC这应该比较多吧 虽然他很小 但这个很难遇 抓到 抓到 刚才这是不是有一个蓝色的 变色的精灵啊 抽一眼瞎了吗 不对 一定是有的 欲参加 菊叶草 兄弟们 抓了抓了抓了 我这什么狗屎运呢 布雷 来开几个方块 我要让他升个级 这个月神 必须给他升级 二十四个 一只神兽就够 来只神兽 来只我不要的神兽 快点 我要给我的月神 升级 打不过呀兄弟们 打小怪吧 嘿嘿 这个五十多基也打不过呀 找个垃圾打一下 找个垃圾 哎小拉达 就你了 宇宙力量 暗影之光 很好 暗影之光吧 应该能秒 秒完应该能升个 八九十几 什么东西啊 伤害不是一百吗 宇宙力量呢 兄弟们 行了 这打什么啊 这没有任何攻击力 我这只 他只能靠我的头位了 又是这只残废精灵 不找老头没法拥在这阴里 这东西 哈哈哈哈 哈哈